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说呀 这一切都与两起鸾同案有关 具体呢 咱们从杰克逊的危险之旅巡演做起 画面当中你所看到的热闹场面是杰克逊危险之旅巡演会的场景 时间是1992年10月1号 地点呢 是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国家体育馆 据说当时啊 现场共有7万名观众 结果呢 有5000个歌迷因为过于激动体力不支 而被中途抬离现场 足见杰克逊演唱会的巨大魔力 巡演西线除了布加勒斯特战 这7万观众在为之疯狂之外 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歌迷们也都在掰着手指头算日子 什么时候杰克逊可以到我这里来啊 1993年8月24号 聚集在曼谷的歌迷们终于把杰克逊给判来了 可是刚把他判来才一天 演唱会就被宣布取消 取消的原因是什么呢 说杰克逊因为太过疲劳身体脱水了 那么既然是累的 那就等杰克逊休息好了再开演吧 可是等着等着 接下来发生的一桩桩一件件的怪事 却让人有些看不懂了 怎么呢 六天后 也就是8月30号 杰克逊危险之旅新加坡演唱会被取消 原因是杰克逊偏头疼 10月21号智利圣地亚哥演唱会取消 原因是杰克逊被疼 11月2号墨西哥城演唱会取消 原因是杰克逊牙疼 到了11月11号 消息就更令歌迷们镇静了 整个巡演计划 全部取消 一听巡演全部取消了 可把歌迷们给急坏了 我们的杰克逊怎么了呀 是得了什么重病吗 就在歌迷们 着急上火的时候 杰克逊终于出来做解释了 他说呀 由于受到不公正的指控 我患上了药物依赖症 只好停演接受治疗 指控 谁的什么指控啊 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个男孩 名叫乔迪钱德勒 当时才13岁 他呢指控杰克逊什么呢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他指控杰克逊对他实施了性侵犯 这个罪名太诸心了 如果罪名成立的话 杰克逊可能会身败名裂 那么杰克逊与这个13岁的男孩之间 到底有了什么问题呀 事情得从杰克逊的梦幻庄园说起 画面当中的这个地方 是一片占地2800英亩的庄园 它位于美国加州的圣巴巴拉县 是杰克逊在1988年 花巨资买下来的 取名为梦幻庄园 在这座巨大的庄园当中呢 不仅有像碰碰车呀 摩天轮呀 旋转木马呀等等 各种游乐设施 还有人工湖电影院动物园 等等修宪娱乐设施 有人可能要说了 杰克逊这是把梦幻庄园 打造成了一个游乐园吗 没错 虽然这是杰克逊自家的豪宅 但是他就是要把它 做成一个热闹的游乐园 那么弄成游乐园干什么呢 他要弥补自己童年的遗憾 前面我们说了 杰克逊从五岁出道开始 就很为大家欢迎 十四岁那一年 他甚至成为了 美国最年轻的 单词冠军楼 年纪七星就拥有了 成为无法企迹的财富 名望 这是杰克逊 有着自豪的地方 可是名利双收的杰克逊 并不快 因为当同龄人 都在享受同年的时候 他却在苦苦地 或者在录音棚里的录歌 或者说参加各种演出 我年轻的年轻的年轻的年轻 童年的缺失成了杰克逊一生的遗憾 为了弥补这种遗憾 他就花巨资买下了 或者说打造了这座庄园 并免费向全世界的儿童开放 尤其是那些得了病的贫困的孩子 都可以来梦幻庄园玩 甚至跟杰克逊一起生活 据说很多被医生判了死刑的孩子 在和杰克逊相处一段日子之后 都奇迹般的痊愈了 而这位13岁的乔迪钱德勒 就是其中的一个孩子 那么问题来了 去过梦幻庄园的孩子那么多 为什么只有乔迪跳出来 指控杰克逊性侵犯呢 这个事情得从1992年的5月说起 1992年5月 杰克逊与乔迪一家相识了 当时乔迪因为身患癌症 杰克逊对他的关照自然也就多一些 双方很快就侵入家人 可就在这个时候 美国的一家八卦报纸 叫国家调查者发布新闻说 杰克逊收养了乔迪 按说乔迪到底有没有被杰克逊收养 他的父母自己清楚不就完了吗 可是这种公主于众的收养说法 却让孩子的父亲哀文钱德勒 开始吃醋了 他觉得杰克逊对乔迪的影响力 已经远远超过了自己这个亲生父亲 加上后来又有媒体报道说 杰克逊经常跟孩子们躺在一张床上睡觉 原本就心理不平衡的 埃文钱德勒就更加不高兴了 于是被极度折磨着的埃文钱德勒 决定带儿子一起控告杰克逊 那么第一起乱童案就这样开始 上天我们说了被极度折磨着的埃文钱德勒决定 控告杰克逊性侵他13岁的儿子 有人可能要说了 单凭一点八卦新闻 就凭着那一点醋意之心 就去控告杰克逊性侵 你实在太荒唐了吧 恩将仇报啊这是 虽然吧 我们不太明白 埃文钱德勒 他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 他的心态怎么样 又能拿出什么样的证据 但是他后来的确 把杰克逊告上了法庭 那么面对乔迪的指控 杰克逊做何回应呢 我们来看一段庭审的画面 Were you aware that Jordan Chandler or his family on his behalf filed a litigation a lawsuit against you Yes To your knowledge Mr. Jackson were you ever accused of having sexually molested Brett Barnes I won't answer that Do you know a person by the name of Macaulay Culkin? Yes No Get your answer So you're going to let him answer questions about Macaulay Culkin? Let him answer that one To your knowledge if you were ever accused of having sexual molested Macaulay Culkin? Oh That's the instruction that answer in that one That's the instruction That's the instruction 通过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面对指控杰克逊 只是一个叫人的摇头苦笑 看来 他自己并不承认 干过这样的事情 与此同时 他的歌迷们 也出来帮他辩解 说我们的杰克逊 创作出了那么多好歌 又帮了那么多小孩 他不可能 也不应该做出 这种龌龊肮脏的事情 我不接受 不可能 不相信 另外 那些曾经到过 梦幻庄园的 几百名孩子 也怜悯力挺 杰克逊 说他从来没有 对他们有过 不当的行为 孩子们的证词 让形势开始朝着 杰克逊 有力的方向发展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杰克逊却做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吃惊的决定 什么决定呢 他居然要以 两千两百万美金的代价 与乔迪一家庭外和解 怪了 人人都知道 杰克逊不差钱 可是这个时候 他用钱来解决问题 有些事情好说不好听 对吧 难免让人去猜测 他为什么要破财免灾呢 是他真的干了什么 不见得人的事情吗 还是事情另有隐情呢 咱们来看到录像 在网站里面的网站里面 和据州警察网站 不知道各位看明白了没有 杰克逊的意思是说 他不想接受让他感觉到屈辱的检查 所以才选择庭外和解 以花钱来买一个清净 那么这两千两百万美金 帮他买到了清净吗 答案是没有 正如之前我所说的 这个钱一露面 很多事情这个味道就变了 杰克逊虽然与乔迪一家 暂时停止了纠缠 可是外界对于杰克逊的质疑 却越来越多了 有人就说了 杰克逊那就是心虚啊 要不然他为什么不堂堂正正的 用司法手段去证明自己的清白呢 还有人说 杰克逊是真的关爱儿童吗 他该不会是兴趣向有问题 有恋童癖吧 那么面对分治踏来的质疑 杰克逊是什么反应呢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边 他主要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结婚 生子 1994年杰克逊与美国摇滚歌王猫王的女儿 丽莎结婚了 不过两年之后两人就离婚了 至于离婚的理由 外界猜测的是 丽莎不肯为杰克逊生孩子 不过很快 杰克逊又跟这位 一个护士叫戴笔 结婚了 两个人在一起 生了一儿一女 但是三年之后两个人又离婚了 这次离婚之后 杰克逊就没有再找新的结婚对象 而是通过代孕技术生下了 自己的第三个孩子 看了杰克逊的婚事 有人可能要说了 杰克逊这是搞什么呀 难道他结婚只是为了 要女方给他生孩子吗 我觉得我们不能武断地说 杰克逊不想要美满的婚姻 但是此时的杰克逊 选择结婚的目的性 的确很强 什么目的呢 他想以此来证明 他的兴趣向是正常的 那么他这么做 效果怎么样呢 好不好呢 很遗憾 结婚生子不仅没帮他挽回生育 反而招致了更多的负面新闻 比如说有人说他想变成白人 于是漂白了皮肤 有人说他鼻子跟以前不一样了 肯定整了容 甚至有一次因为媒体拍到杰克逊 在德国柏林的一家阳台上 摇动自己第三个孩子 导致很多人骂他是神经病 变态恶魔 这样的评价谁受得了 从万众瞩目的明星 一下子变成人人唾弃的变态恶魔 那是从天堂到地狱 然而事实上所谓的皮肤变白 只是他得了白化病 至于在阳台上晃孩子 其实是他挥手跟大家打招呼 那么既然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东西 杰克逊当然就不服气了 于是他决定再做一件事情 来挽回名誉什么事呢 他请来了一名有名望的记者 帮他拍一部纪录片 画面当中的这位 就是杰克逊请来的记者 名叫马丁巴什尔 最早只是英国一个 默默无闻的小记者 但在1995年 因为他揭露了戴安娜王妃的婚外情 而声名大噪 这次杰克逊把巴什尔 请到了自己的梦幻庄园 希望他能够与孩子们一起生活 然后记录下真实生活状态 以此来改变公众对杰克逊的看法 八个月之后 纪录片终于完成了 名为和迈克尔杰克逊一起生活 然而当纪录片播出的时候 杰克逊立刻意识到 巴什尔拍的这部纪录片 可能要毁了他呀 怎么呢 咱们来看看下面的这个片段 Unswered questions lots of them Areas of his life about which I felt he'd been less than honest his face his denials about plastic surgery his relationship with Blanket's mother and of course I also wanted to return to the Neverland sleepovers 准备他不会是容易 但现在必须要发生 当我们准备了 我们准备了 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这次 Jackson曾经浪费在 他的自知智博物 可能有一个原因 为这 货币的设计 是要是 这些困难的问题 不知道您看了这段之后会做何感想 巴什尔这些话在我看来 不仅没有帮杰克逊澄清什么问题 反而把杰克逊神秘化复杂化甚至虚伪化了 而且您注意了 在这部纪录片当中 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在杰克逊看来也不符合实际 比如说杰克逊每次带儿子和女儿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时候 都会让他们戴上面具 巴什尔就在纪录片当中说 杰克逊这是过度保护孩子 而且过度保护孩子这件事情 严重影响了杰克逊跟前期代比之间的关系 总之这是一部让杰克逊失望的纪录片 他甚至隐约能感觉得到 片子播出之后 自己可能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果然没过多久 杰克逊就又摊上官司了 怎么说呢 在纪录片当中有这么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叫做嘉文阿维佐的男孩 被诊断患有晚期的癌症 医生说他活不过三个月了 为了不留遗憾 嘉文希望死前能够见杰克逊一面 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之下 嘉文最终见到了杰克逊 而且他还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在与杰克逊的相处过程当中 嘉文身体里的癌细胞竟然不见了 身体康复了 本来事情就这么简单的 而且还是件好事 可是巴逊在报道当中 却把重点放在了 嘉文与杰克逊的关系上 尤其是多次提到两个人 一起同房过夜 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就是没事挑事 这就让事情变得复杂 上节我们说了 巴逊在剪辑制作 有关杰克逊与嘉文的故事的时候 将焦点放在了两个人的关系上 尤其是不停地结合画面 暗示杰克逊和嘉文 一起同房过夜 看到没有 虽然巴逊在杰克逊与孩子的关系上 从没正面说过一个不字 但是这握手靠肩的画面 还有分享床铺的字眼 会让看到这部纪录片的观众怎么想呢 节目播出之后 很多记者都打电话来问东问西 嘉文一家是不堪其扰 便指责巴逊 不该让孩子出镜 不该拍那些画面 可谁知道 事事难料 当一位特殊的观众出现的时候 嘉文的妈妈 于是将矛头又对准了杰克逊 发生着什么呢 2003年2月 一位来自洛杉矶联合学区的官员 看到了巴逊的纪录片之后 认为杰克逊对嘉文有性侵犯的嫌疑 于是联合洛杉矶警局 找到嘉文一家谈了一次话 虽然当时嘉文一家表示 嘉文跟杰克逊之间并没有 任何不恰当的接触 可是几个月之后 当外界对杰克逊与孩子流速问题的讨论 气氛越来越浓的时候 嘉文的妈妈开始频繁地接触一个人 谁啊 律师拉里费尔德万 此人也是第一起鸾桶案 原告乔迪钱德勒的律师 因为嘉文的妈妈 要控告杰克逊对孩子实施性情 本该为杰克逊证明的纪录片 却给他招来了一场新官司 这可把杰克逊给气坏了 愤懑之下 他打算反击 首先他要反击巴士尔 如何反击呢 说来也巧 杰克逊他本人当然 还有这个私人摄影师嘛 专门负责记录他参与的 每一个重要事件 那么这次接受巴士尔的采访 制作纪录片 这个过程 杰克逊呢 也让摄影师全程跟拍 通过对比视频资料 杰克逊找到了巴士尔 第一个前后矛盾的地方 在纪录片当中 巴士尔说 梦幻庄园是一个 令人不安的地方 弱势儿童去那里 非常危险 但当着杰克逊的面 他却对梦幻庄园 赞美有加 除了这些视频资料之外 杰克逊的前妻戴比 也出来帮他辩解 戴比自从跟杰克逊离婚之后 常年身居减出 一直远离公众的视线 这次他鼓足勇气 站到公众面前 主要是为了帮杰克逊澄清 巴士尔在父子关系 以及夫妻关系上 对杰克逊的一些说法 那是我的习惯 新冠军事实际上是不正确的 我并不是很熟悉 我喜欢做自己的东西 我比较高兴 我们没有必须去购物店 但我希望 我真的希望 我希望回到我可以回到 这是我经常的 这是我们不舒服 事情发展到这儿 各位应该明白了 巴什尔这个所谓的名记者 根本就是一个来者不善的投机者 可是据了解巴什尔与杰克逊 往日无怨 近日无仇啊 他为什么要陷害杰克逊呢 杰克逊认为 巴什尔可能在为别人办事 针对巴什尔背后的主使者 杰克逊虽然没有明说 但是他是有明确的怀疑对象的 谁啊 不是一个人啊 而是索尼公司 那么索尼公司 为什么要在杰克逊的背后放冷剑呢 答案是商业利益 当时杰克逊已经不单是一个唱歌跳舞的意义了 同时还是美国音乐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 因为他拥有索尼公司50%的股份 掌握着披头士猫王 斯林迪翁啊 麦当纳等等 超级投牌明星的歌曲版杰克逊 每年能从中获得数千万美元的收益 但是索尼无法容忍一个艺人比他们更聪明 担心杰克逊一旦离开单飞 那将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所以公司曾经多次提出 向杰克逊购买版权 但是都遭到了拒绝 于是公司开始想办法拖垮杰克逊 逼迫他破产 进而出卖手中的版权 而也正在这个时候 公司发现杰克逊接受了巴适的采访 于是就利用拍片子的机会下手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杰克逊的猜测 究竟有多少公司或者个人出于眼红贪婪 亦或是直接的利益 想要杰克逊出事 我们也不得而知 但是不管怎样 杰克逊至少向外界说明了一点 巴适尔拍的这部纪录片 有歪曲事实的嫌疑 但是事情发展到这 杰克逊还不能歇息 停不下来 您别忘了 嘉文的妈妈还等着杰克逊 在法庭上见面呢 那么针对第二期卵童案 杰克逊是如何应对的呢 这一次 杰克逊没有选择破财消灾 而是等到了最后的宣判 2005年6月13号耗时近两年的第二期卵童案 怎么到了杰克逊这儿 却是热情大增了 即使是证据不充分 检察官们都坚持要提起公诉 那么这种反常的背后 是否暗含着更大的秘密呢 有人说 第二期卵童案 或许也是美国当局用来 为一场战争打掩护的伎俩 此话又怎讲呢 翻开2003年的大世纪 就在法庭传唤杰克逊的时候 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这是一场很多人都反对的战争 所以当局迫切需要另外一件事情 来转移公众的视线 纵观当时的社会状况 影响力巨大的杰克逊 正好就遇到了麻烦 当局开始推波助澜 并成功将杰克逊 以及联同案推上风口浪尖 等到当局发动战争的目的完成之后 杰克逊呢 也就被罪释放了 这么说第二起联同案 不管是进入立案侦查 还是最终的判决结果 那人为操作的痕迹都很重啊 那么杰克逊到底是不是清白的呢 2009年6月25号 10年50岁的杰克逊 猝然离世 而就在他去世后的第四天 第一次联同案的原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